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一个法律 未来对所有用机器人打骚扰电话的公司 将会予以重罚 每茶十一粒将会重罚他们一万美元 这个标准是调高了 原来这个标准是每茶十一粒重罚一千五百美元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因为美国人也实在是不堪其扰 被机器人骚扰电话骚扰的不行了 据相关新闻媒体报道说 美国过去一年各种乱七八糟的骚扰电话加起来 超过五百亿通 也就是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个月 要接十五通以上的骚扰电话两天一次 所以美国政府才痛下杀手 要对这些骚扰电话动手 每茶十一粒罚你一万美元 七万多人民币 好 这个政策真是非常好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完全可以跟美国学习学习的 一定要出重手打击这些骚扰电话 美国怎么说 它平均每个人 每两天会接到一次机器人拨打的骚扰电话 所以美国人就已经很愤慨了 美国人太舒服了吧 两天才接一次 我们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中国人问问 一天你不接个两三次骚扰电话 简直都没法证明你这个电话还是个有效电话 多少年以来了 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 一开始这些骚扰电话 人家可能还是有名单的 比如说你买过房租过房办过信用卡办过贷款 总之你的电话号码 你的身份信息在各种各样的渠道被泄露出去之后 就会有一些人拿着名单一个一个的给你打电话 后来人家可能连名单都没有了 完全随机的给你打电话 最开始这些骚扰公司建立了大量的call center 雇佣几百人 每人每天要打几百通的骚扰电话 现在科技进步了 人家连人工都不用了 人家完全转化成AI机器人了 于是人家的产能迅速扩大了 一个人一天你才能打个几百通电话 对AI机器人来讲 人家完全可以不眠不休的 长时间的拨打骚扰电话 以至于由于骚扰电话的存在 我们身边的很多好朋友 早就改变了自己接电话的习惯了 电话正常讲是人与人沟通的工具 任何人给你打个电话 你自然要接一下 人家有事找你怎么办 有业务要谈怎么办 结果我们现在身边很多人 早就养成了不接陌生电话的习惯了 一开始我们可能开始 外地号不接 固定电话不接 号码奇怪的号不接 后来很多人干脆演化成了 所有陌生号我一概不接 我只接我认识的号码 为什么 因为90%以上的陌生号码 全都是骚扰电话 长此以往 这个电话在我们手中 干脆就成了个废物了 来个陌生号 你说你是接还是不接 甚至有人提出白名单制度 未来可能一定得你认识的人 给你打电话才打得通 所有不认识你的人打电话 根本就打不通 更关键的是 虽然今天手机在我们手中 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它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了 但是电话却真的是 我们手机最重要的功能 也是第一响应功能 所以不管你是在进行微信语音聊天 看网页刷视频 还是正在打游戏 只要有一个电话进来 对不起 所有其他功能都必须通通给它让路 结果很多人很烦躁的是 我很多正常进行的程序 就被你一通骚扰电话给中断了 而且当我们接起电话 想骂一骂对方的时候 突然发现那是个机器人 你骂个机器人 它有什么意思呢 美国今天已经出重手了 谁在打这种电话 罚一万美元 我们能不能也学一学美国呢 好好治理一下骚扰我们的电话吧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李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咱们